哈囉 大家好 我是蓋葉 今天來跟大家談一些有趣的話題 我當初是為了什麼開始健身的 那在健身這條路上一路走來一些自身粗淺的體悟 那這要先從我小學五年級時候 那也是體罰開始說起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小學真的很皮 很喜歡調皮導彈 那以前講台旁邊不是有個特別坐嗎 那個座位都是我在坐的 然後每次同學會見面 大家也一定會先把我以前的事蹟拿出來講一輪 才開始聊近況 我記得五年級的時候 我跟我們班上一個男同學在畫課本 那好像是把老師畫在課本上面吧 結果被老師發現 就把我們叫到外面去罰 伏地挺身五十個 可想而知 我們到底是把老師畫得多不好看 總之呢 在這之前我是完全沒有做過伏地挺身的 那天不知道用了多久的時間撐完了那五十下 那有在重訓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錯 就是強烈的延遲性痠痛 所以在接下來的那五天 我跟我的朋友 那個胸啊 那個前三角 那個腹肌啊 整個是痛到一個炸裂 那幾天我們都是駝著背去上學的 然後我們又很愛笑 但是一笑 腹肌又會劇烈的疼痛 所以那一招啊 我們都是拖著背 然後憋著笑度過的 但是說也奇怪 我就因為這樣愛上了伏地挺身 開始每天晚上看著WWE 一邊坐著伏地挺身 不對 那個時候班上男同學很喜歡看WWE 然後我們每天都會在學校討論劇情跟招式 那個時候我超級喜歡CHOOH跟SHEUN MIKE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腦袋就被植入了 男人的身材就應該像電視上這些摔角選手一樣強壯 讓人有一種安全感 當然 外型這件事情本來就很主觀 這只是當時的那個小蓋衣腦海中的一個想法而已 總之呢 我的徒手健身就是從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開始的 但是真正踏入健身房開始重訓 則是在我大學畢業後 開始進入社會 自己工作 賺錢 然後那時候買了健身房的會員 跟一些高蛋白的補充品 當然大學的時候也有在打工 也有賺一些零用錢 但那個時候都把錢花在買一些漂亮的衣服 漂亮的鞋子上面 沒有想要好好地投資在自己的身上 那雙渣柔的皮鞋就快5000了 都可以去健身房三個月 而且買來也沒有穿幾次 OMG 這是誰的背影 以前花了很多時間在頭髮上 又燙又懶的 怎樣 我頭髮也是有茂密的時候好嗎 雖然那個時候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衣裝跟造型上 但總覺得那個時候的自信是來自表面的 總覺得脫下衣服的自己好像什麼都不是 所以畢業之後我就踏入健身房 開始嘗試嘗試那些知識知識 開始習慣重訓並且也愛上重訓 那這一路上也聽過很多人說 你練這個幹嘛 為什麼要把自己練那麼壯 重訓動作看起來好危險 我還是游游泳跑跑步就好了 先讓我來回答練重訓可以幹嘛 我們身上有兩種組織 一種叫做脂肪 一種叫做肌肉 相較於脂肪 肌肉算是較好的組織 身上的肌肉組織越多 你的代謝越好 身體的活動力跟防護力也會越好 肌肉可以透過重訓讓它變得更強 質量變得更大 反之如果你缺乏訓練跟養分的話 你的肌肉則會逐漸流失 尤其當你年紀越大你會越有感覺 我知道一定很多人認為 健美選手身上的大肌肉才叫肌肉 所以一般人身上的叫... solo 我也常常聽到很多人說 我不要練太壯 我只要筋壯就好 好 今天要來收穫該理眼睛的比例是 筋壯 這個筋壯完整的意思是 筋恰雄壯 這個筋恰雄壯跟雍間其實是跟一種意思 所以筋壯不等於瘦壯好嗎 一般人要練到瘦壯其實很簡單 你的訓練強度跟養分不需要一直提升 而且如果你本身又是偏瘦體質的話 在變成強壯之前你就會經歷瘦壯好嗎 那到時候如果你滿意了你當時的體態 那你就持續維持就好 那訓練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接著來跟大家聊聊 你練這個可以幹嘛的實用層面 你是否是個原意愛好者 是否是個偉大的家庭主婦 每天辛勞的建築或者搬家工人 那這些工作難道不用常常起立蹲下 彎腰搬起重物嗎 那肌肉量的多寡可以決定在做這些事情的持續性 穩定性以及安全性 那肌肉它是一個你自己的資產 是需要花時間跟金錢的一項投資 大家都知道年輕的時候要多存一些錢 以後老了退休了才能有更多更好的打算 但是卻不願意趁年輕的時候多投資一些在自己的身上 以後老了存了一些錢卻沒有行動力 啊...骨質疏鬆 關節退化 原本想好好享受退休後的生活 卻變成你要捧著錢 到處去找醫生去找看護 所以你問我練這個要幹嘛 我想一輩子都有一副充滿行動力的身體 當然是不是要練得這麼壯 那就另當別論了 生美觀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因人而異 再來重訓看起來好危險 還是游泳泳跑跑步就好了 我先跟大家說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游泳 也很喜歡跑步 也愛好各種球類運動 但是我曾經因為有碟式的時候拉上過下背 曾經因為跑步的時候扭傷腳 膝蓋痛 也因為打籃球的時候扭傷腳踝 一整個禮拜都不能好好的走路 手指頭還曾經吃過蘿蔔 然後好幾天不能正常彎曲 最嚴重的是我打棒球的時候當投手 那個時候因為沒有受過正統的訓練 就把自己的右肩丟壞了 直到現在都還常常會沾臉 好不了 然而我卻沒有一次是因為重訓受傷過 關鍵就在於重訓它是一個穩定性很高 大多都是在原地重複相同的動作 重量跟訓練強度也會隨著你持續進步 而緩慢的提升 只要你動作控制得當 造成運動傷害的機率其實並不高 但如果一切跟競技扯上邊 那就另當別論了 比如說你要去拚大重量什麼的 重訓它是一項需要時間的投資 很好入門 但是也很容易放棄 因為看不見立即的成效 就想要偷懶 就想要放棄 然後回到以前自己熟悉的那一套運動 所以拿起手機幫自己拍張照 然後開始接觸重訓 少吃一點垃圾食物 然後一年後再拿起手機幫自己拍張照 比對一下 那種充滿自信的神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不是該考慮開個勸勢賤人的系列 會有人想看嗎 有的話留言告訴我好不好 我是賤人該 我們下次見 掰掰